其實民眾通常交給我們健保卡之後呢 我們由VPN的這個介面 我們會去簽作資格的審核 那程式真的寫得很好啊 很人性化 所以還蠻直覺性的 當審核了這個資格 他的身份證的默碼 是不是符合聯取的條件之後呢 那他會自動設定騙數 所以設定騙數之後 我們只要按購買 那他只要確定購買 這樣子就可以了 他會幫你確認說他7天之內 有沒有來重複購買 會 如果說他今天7天之內 他有來重複購買的話 他到時候會跳出一個檢視框 告訴你說這位先生會小姐 他可能在幾號的時候 他在哪個地方 他會在這個地方都會秀出來 幾號什麼時間 對 那他因為都有做好配發給我們 那我們消毒完之後 我們就是一個信封袋 開始一人三片 然後三片把它放進去 這樣就可以了 那我們其實也會利用空間上 蓋上自己的墊章 如果民眾啊 有一些需要諮詢的時候 那他可以來找我們 是 我們在這個水深的工作 我們在這個環境 整個餐飲 防疫托車 最流行的就是睡覺了 還是要休息 只是他們任務接到的時候 我們網友大部分都會 叫你們去睡覺 而且排隊也 我就負責在外面這樣 叫他們不要那麼早來來 從兩個多小時現在加倍量以後 我就叫不要那麼早 現在大概半個小時前才開始派對 這算是一個滿溫馨社區 我這一陣子又是辛苦了 這個算是做社會公務 要照顧自己的身體哦 進來這個 來,謝謝 謝謝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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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謝謝大家